各方面 军国嘛 对 他就很多东西就怎么把 德国当时也面临在欧洲的一个 就怎么样强调国家力量 独立自主的问题 他当时也是个小国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日本一下觉得特别亲切 从宪法各个方面都吸收他们 所以这个强烈很强烈 那我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说谈到战争 我们回到刚才那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认为 战争都是正义的 自己一方 不管是纳粹当时也好 日本人也好 是吧 他都强调自己神圣的一面 正义的一方面 那么 但是我觉得我们总是 就是说 在中国人很有意思 我们就 比如说今天谈论这个话题 很自然就会觉得 把中国 就把日本跟德国联系起来谈 是吧 无论是从这个战争的受害 这个他们的残酷性的角度 还是说从战争反省的问题 我们都会把它并列起来 一起来考虑 这两国家倒是干活都应该 对 但是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日本人最不喜欢的是这一点 最不喜欢把日本跟德国人 并列在一起来考虑 为什么 在战后的讨论上 所以有很多日本人 其实看了拉贝日记 我听到说都特别刺激 特别不能接受 不喜欢 他们觉得特别不愿意把纳粹 现在一个纳粹党员 都来见证他们的残酷性 你想这个他们是特别不愉快的一点 对 那么因为他们说什么 第一我们是我们的这个残酷性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中国人的情感里面的话 他们觉得纳粹更残酷 他觉得纳粹是就是种族屠杀 对 我们不是 我们是一个局部 局部战争的一种残酷行为 而他们认为战争就要有残酷行为 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就像他们也遭受到了原子弹的这个屠杀一样 对 那么他们觉得这是两回事 这个跟他们拉纳粹 不能够相提并论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有意思是 我在那个柏林电影节的时候 跟那个电影节主席有一个对谈 我们也在谈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日本跟德国 两个国家就是说 对战争问题的认识的差异这么大 这个又回到了刚才那个说 就是说这个一个皇室制度的问题 那个电影节主席他谈 跟我说 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德国的幸运是在他一战结束之后 皇室制度就结束了 二战并没有留存下来 而日本在战争当中最高的象征 最高的权力 没有党皇 同样战争结束之后 在日本宪法里面 同样的日本国最高的象征 还是天皇 而德国你可以完全一翻翻转过来 日本他不可以 这个就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呢 我觉得拉背日记 也触及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其实是天皇的战争责恩的问题 你看在这里 你看通过他的亲王 那个角度 他的很多一些台词 你都看到这个背后的一种 道统还在 所以是非他怎么颠倒 你没办法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想要说 我看能够的一种 像是我的英国 完全是可爱的 对 我看能够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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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撕我吗 走 我承受了名词 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关注区密附近的安全线 你看我那天看着电影 是跟一个老画家去 这个画家他是南京人 他就跟我讲 他也挺有意思 他就说他到日本 然后跟一些日本朋友吃饭 就是说一听一介绍 说你哪里的 南京的 那几个日本人 起立跟他鞠躬 就是好像要他跟他道歉 因为你来自南京 所以他觉得 现在他也有些日本人 觉得他是在那犯了罪 其实我们不要忽略 就是日本在战时的时候 也有一些反对者 那么战后 现在也很多左翼 就强调这个历史 日本人应该怎么样重视 但是我们不能 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日本的战争 那么顺利的发动 当时那种军国主义 那么强大 当时那些反对者怎么样 反对者全被打成是日奸 或者是卖国者 卖国贼 就凡是反对战争 凡是反对军国主义的 都是卖国贼 这就是鹰派 所有鹰派搞爱国主义 都是搞成这样 都会变成这个结果 而且刚刚我们说到战后 为什么对历史的认识 那么不一样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德国跟日本 在战后的时候 怎么总结 他的战时经验的方式 跟他整个体制变化不同 一个就像李导演所说的 日本战后维持天皇体制 没有碰过天皇那一层 所以整个体制 基本的精神是维续下来 那为什么会维续下来呢 有一点很重要 那是因为冷战 美国要保存天皇制度 要维持它的稳定 那么当时非常害怕的 就是苏联要来分日本 那德国那边不一样 德国就是整个体制全崩溃了 全推倒重来 而且还有另一点 就是两个国家 我们不要忽略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在台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 常常忘记了 军国主义的另一面是什么 它是帝国主义 它是一个殖民帝国 全世界只有一个殖民帝国 是亚洲的 就是日本 那日本的殖民 跟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日本 它会认为 就像刚才您讲的 亚洲人快要被欧洲人干掉了 我的殖民 虽然我也是来搞殖民 但我跟那些欧洲人不一样 欧洲人都很坏 我是来帮助亚洲人的 还扶持你 他还冲怀天下 所以一直说是大东亚解放亚洲的 大东亚盛战 对 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我们共同繁荣 但是它重要的是有大东亚主义 就是说我们来当盟主 当时日本是很强烈的 我们来做这个的盟主 我们当老大 对 带着一帮小弟 但是 然后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所有的 我们要知道二次大战之后 世界发生什么事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你看国家的树木爆炸 就是很多国家出现了 怎么来的 这些国家都是殖民地独立的 这表示什么 就整个殖民帝国到了二战 正式瓦解 对 然后所有的殖民帝国瓦解的过程的时候 那些前殖民中主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这些国家 对 都经历一个很痛苦的 自我的一个瓦解跟反省的过程 他又重新想 我们殖民是怎么 你看你看法国那些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 多少这些知识分子反对 我们不能再殖民了 就他们都有个内在的反省 就要忘记跟抛弃 过去殖民那个阴影 但日本没有啊 对 日本在殖民帝国 去殖民帝国的过程里面 他迅速进入美国 那个冷战结构链条里面 他日本从来没经过这一层的 这层反省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对韩国 对中国 这种殖民是怎么回事 他从来没经过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说 老大说没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老大说美国 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做到这一步 所以这牵涉到很大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德国 为什么说战后反省 还有很重要一个原因 美国 谁都可以解决